他是有一個可以扶著的 所以很穩 很棒 那甚至呢 你如果ok的話 直接打釘子下去 把這個底座釘在桌下是最好的 如果常態性要用的話 那 最右邊的是幹嘛的 畫圓 我跟各位講 左邊我用公費買 後來我自己忍不住 我自己花錢買這一支 但是這個我沒有買 這個是什麼 這叫切圓機 切圓直接直進去 怕插就一張58mm就出來 但是不是58mm 這個東西是58mm 是他的直徑對不對 那你要 一定要比他大 你一定要比他大 那甚至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甜蜜點 6.96 你做出來的 等一下我們做的圖片 生的圖片 生出來 我一定會把它套到6.96裡面去 就是放進去要6.96 出來的東西會很剛剛好 又漂亮 不會看到哪裡 或者是不夠怎麼樣都不會 6.96 那切圓機就是幫我們很快的切出來 否則的話我們手邊 一般都是用這一種切圓器 切圓器就是你自己要跑一遍 當然你底下要墊那個 跑一遍 就切一個這樣子 但是我上一回辦個活動 現場當下 你如果擺攤還好 擺攤是一個一個來對不對 你還可以一個一個慢慢切就算了 如果你辦的活動是一口氣50對親子咧 50對親子的意思你現場有上百人 就圍過來這樣 嗡過來就說他要弄這個東西 你就不能夠準備這個 這個切圓器說便宜也不便宜說貴也還好 可是你會覺得 我有必要買個十組放在手邊嗎 那個感覺怪怪的 但是我們製造中心絕對可以去做這個東西 你就做這一個 科技中心可以去切這個東西多切幾個 你以防萬一比如說你切個十組二十組 那這個東西直接放上去小刀或者剪刀就好 就這樣剪過去 但是通常我們會讓他瞄過 拿掉之後他去剪 然後就下一位了 你只要瞄過之後就下一位了 你不要拿在那邊剪剪剪的 大家都等你剪好就過年了 你就讓他瞄邊就好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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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個東西 那一回50組的時候我準備10個 謝謝